各位网友大家好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 华为荣耀3X畅玩版的开箱体验视频 来接着开箱 华为荣耀这个品牌这一段时间是炙手可热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高性价比 而且华为作为民营企业 作为世界500强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行 接着给大家开箱 首先呢这是个薄膜 然后这是一款华耀 荣耀荣耀手机 看看荣耀3X畅玩版屏幕是5.5英寸的 8核4.1.4G处理器 操操作系统安装4.2行 然后一个华为的耳机 然后接着这是一个手机保护套 然后一个手机贴膜 然后这一张就是发票了 行 不看了 然后其他没有什么 然后接着开箱 如果带这个字母的话是刚刚起封 如果不带那就是被开封过了 减转7G的 然后这是5.5英寸的 RBS屏幕 超大的屏幕 然后把手机先放在一边 看里面有什么配件 什么说明书 拆住指南 然后一个3000毫安时的电池 然后接着就是插头 然后数据线 其他没有了 然后体验手机 哇 好大 然后它的正面采用的是 5.5英寸的超大屏幕 然后分辨率是1280乘以720P乘以720 然后这是前置500万像素摄像头 听筒 然后距离感应器和光线感应器 这个是返回键 它的返回键设置在了左边 然后HOME键 菜单键 然后机身的右侧是电源键和音量加减键 然后它的这个边框采用的就是航空的 呃 镁铝合金 具有金属质感 拿在手里有质感 然后后盖它采用的是 放皮格式 放皮格式材质 然后打开后盖来看一样 这个是1300万像素 索尼顶级式对战摄像头 这是LED闪光灯 然后它支持双卡双带 我买这一款是移动满的 所以它只支持移动3G版 然后插上电池 小刀 在外面上发现 整个短暖的 手機身的 Theater 延伸 有 陈 在 前 首先开机 开机时间比较慢一些 开车辣辣 这款机器采用的联发科MTK6592真8核处理器 它的主频为1.4GHz 那它和最近比较流行的荣耀华为荣耀3X有什么区别呢 就在于它这个是支持移动3GA 而那一个是支持移动3GA和联动3GA双卡都支持 这一个的主频为1.4GHz 而华为荣耀3X是1.7GHz 主要主频降低了 但是它的性能不会减小 我推荐大家买这一款 华为荣耀3X是畅玩满 因为它高性价比 2G的运行内存和8G的手机储存空间 好 开始了 系统刚开始非常的流畅 然后看它的设置 设置里面关于手关于手机 处理器是真8核1.4GHz处理器 然后华为G750T01 RAM是2G的RAM运行内存 手机存储是8G 核动空间5.17G 分辨率是720乘以1280 虽然是720P的分辨率 但是它的显示效果足够的清晰 安卓版本是4.2 4.2.2 系统版本是Emotion系统2.0 Emotion系统是作为华为 安卓为华为专门定制的系统 然后再看看这个 如今这个千元机啊 它已经不是卡顿不流畅的代名词了 它非常的流畅 然后看一下照样效果怎么样 它后制1300万像素 索尼定级式堆战式的摄像头 然后照相 不是相机 嗯 相机 嗯 相机 你开开省光灯让大家看看 嗯 好 今天的开央体验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